早上好 兄弟们 早上好 兄弟们 大家好 这两天呢 参加了这个西瓜视频官方的 这个 Vlog公开课 然后呢 我计划重新定义一下我的这个视频 之前 我理解的和这个 这个课程讲的内容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将重新 拍摄我的Vlog 今天下午下班以后 谈一下这个 我对全力的游戏大家觉得一些看法 还有 网上 对大家觉得 这个评价 主要是针对这个小恶魔 和这个 熔妈之死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要去上班 一天的工作开始咯 下班再见 我们现在要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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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正式的聊一下 我对 全力游戏大家觉得看法 不然登上王座 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而且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地方 大家应该也都是一个 一个看法就是 没想到北境可以独立出来 关于这个北境独立出来 还有三煞 继续做北境的这个 掌门人呢 其实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写 就是没有写死 因为我觉得三煞这个人 同龄北境往后肯定会再延伸出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龙母的尸体被带走了 被他的龙带走了 就并没有烧掉 就是后面 龙母也有可能会复活的 因为 许诺曾经复活过一次 当然了 那个复活 和这个龙母的这个概念不太一样 如果说是后续 还要继续写这个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这么写 然后下一 下一季的内容 就是这个 斯特克家族的内斗 再就是 再就是这个 龙母复活之后 要复仇这个事情 当然了 现在这个六国的统治 它不像是原来这种 这种形式 而是民选的形式 民选的统治就可以避免一些 一些问题吧 大家在这个 看到大街区之前 大家以为 谁会登上 这个铁王座 其实在上一季的时候 我就说过 龙妈登上铁王座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 我也特别不希望龙妈能登上铁王座 龙妈的理想很好 想从暴君手中解放整个世界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暴君 所以如果让他登上铁王座呢 只不过是 从前一个暴君的统治 到另外一个暴君的统治 所以 我并不看好龙妈 这个 从之前的几季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龙妈对那些 之前解放的那些地方 对待那些奴隶 实际上就是为了 银固他的权利 他这么做的目的 并不是 就不是从内心的 你们应该懂我意思吧 就不是从内心的想做这件事情 而是就是为了登上铁王座 就是为了他的权利 所以 我非常非常欣慰龙妈 龙妈登不上铁王座 再也就是你看 龙妈为了他的一己私利 竟然能把整个军林城全部护杀 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痛恨的一点 当然如果导演不这么写的话 然后龙妈再做不上铁王座 这个可能让很多观众会觉得 特别的为他愤开吧 然后呢就是说一下 这个网上对龙妈之死 还有这个小恶魔的一些评价 先说这个小恶魔吧 网上有很多人说 这一季把小恶魔写得比较 跟之前几季的差距非常大 而且写得特别蠢 但是其实我不这么认为 第一点就是 其实在聪明的人没有失误的时候 还有一点就是 小恶魔应该看到了 龙妈会做这一步 就是图城 图军林城 所以他尽量的想去避免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小恶魔实际上 正儿发现的是良心不坏的人 他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电视中也表现出来了 他特别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所以 他想尽力的去 想想准备这个局面 但是 他应该也清楚 他根本就阻止不了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龙妈之死的问题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生气的一个地方 网上竟然有很多人说 龙妈的死 特别不值当 说这个和雪诺这么相爱 然后这个雪诺竟然 还把龙妈给杀了 天荫下来了 继续说这个事情 他们竟然觉得 这个龙妈的死特别不值当 这个我真想说 你们三观真的有问题 真的需要去回炉重新念一下 这是人说出来的话吗 龙妈屠了个城 这多少人死亡 寻找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这个货 最终干了这个 把龙妈干掉这个 这个让我觉得真的是挺欣慰的 而且 可能也是有意的让他 在观众心中 挽回一下他的这个形象吧 从我看从第几季开始我都忘掉了 我就认为这个雪诺 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货 但是最后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干的非常好 干的非常棒 如果真的让龙妈统治了这七国的话 那后面将会更加的痛苦 这个呢只是 这不是这不是影评啊 这只是我对这个大街局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对其他的这个 我 我特别不喜欢去评价 别人的作品啊什么的 嗯 这个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吧 比较 网上对这个这个龙妈之死的这个 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特别的 特别的不理解 所以我想 就借这个机会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个结局吧 嗯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在视频下方说一下 你对这个结局的看法 如果我看这个结局的话就是 我不认为这是结局 我觉得后面还有故事 三傻这个人 三傻这个人 我不看好他 我不认为他能同名好北京 所以我觉得后面还有故事 嗯 但是前两年有人说这个 这是全力游戏最后一步 但其实是不是最后一步 官方有说吗 或者看我们看到的信息是官方说的吗 好像不是吧 但是即使是官方说的 也不代表没有下一步了 再说了冰火之歌这个原著还没有写完 啊 还有就是越狱 越狱那个最后一月 大家不都认为是完了吗 结果不是又弄出来一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可能还是有有内容拍的 而且内容我觉得会还是围绕着这个权力斗争 权力的游戏嘛 还是围绕着这个权力斗争 下一步就是stark内部家族内斗 我觉得如果拍的话 应该是围绕这个这个主题去拍 就像越狱一样 最后最后一步的目前最后一步的越狱 同样还是围绕着越狱这个主题 屏幕前的你对这个大结局有什么看法 还有就是你认为这个还有没有下一季 在屏幕下方留言 我会认真越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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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每一个留言 好了我们现在要回去了 小叶子在外面玩了一阵玩开心了 然后我们现在我现在回去剪今天这个片子 然后争取在今天开步吧 好这期的Vlog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